大家好,歡迎來到士達貓TV,我是Joyce 我是Alan,這次我背景好像有點不同 沒錯,我們是來到沖繩 我們這次是會來玩七日龍的自駕遊 如果大家想知道沖繩有什麼玩 或者自駕遊怎麼玩的,可以看我這條影片 我們先看看國際通有什麼玩 進來吧 這條國際通全場差不多兩公里 當中大概有七八成都是手信譜 除了零食類的手信之外 還有沖繩一定有的海葡萄 還有很多Orient T-shirt 你會看到很多遊客都穿著這件Orient T-shirt在觀光 另外還有夏威夷的襯衫 還有沖繩的玻璃製品 除了手信譜之外 它最多就是沖繩的香土料理餐廳 裡面有很多沖繩的特色料理 我們點了沖繩才有的山羊肉刺身 味道就是一般羊肉的味道 不過Joyce就不太敢吃了 你可以一邊吃這些料理 一邊聽他們的Live 賭歌的表演 氣氛是不錯的 你可以感受到沖繩的文化 另外國際通裡面還有一個屋台村 裡面有很多不同特色的居酒屋小店 在裡面喝杯酒吃點喘燒 氣氛都不錯的 雖然我們這次是自隔遊 但我們第一天是沒有租車的 我們拿了飛機之後 就乘單軌列車去到喇叭市中心 大概半個小時就到了 很快的 我們第二天起床就在喇叭市中心租車 開始我們的環島之旅了 拿車之後我們又直奔南邊的沖繩世界 大概駕駛半個小時就到了 因為日本是右駕 而台灣是左駕 擔心自己走錯線 所以我就綁了一條橡筋在左手 提醒自己一定要靠左行駛 我來參觀沖繩浴泉洞 類似那些中雨石洞 我們之前很多地方看過 第一次看日本的中雨石洞 你們就看看 進這個浴泉洞之前 它就會幫你拍照 作為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你可以在這個洞裡面看到很多中雨石 裡面有個泉 有條河流 整個中雨石洞的感覺 是比較小巧和潮失換熱 和我過去去過的中雨石洞 是比較大和涼快很不同 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走完這個中雨石洞 離開了浴泉洞之後 就會來到這個琉球王國城阿丁 其實是一個活化了的沖繩村落 你可以在裡面做很多不同的手工藝 例如藍染 例如陶瓷 另外你還可以穿琉球人的服裝去拍照 另外它還有太古和毒蛇的表演 如果你看完表演過一套 它是有小食店和不同的餐廳給你選擇 走完這個城下丁之後 它旁邊是有一個毒蛇博物館 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毒蛇 其中有一個館的蛇是沒有困住的 你可以跟它做近距離的接觸 這個體驗是頗有趣的 這個沖繩世界可以大概花三四個小時在裡面觀光和玩 我覺得是頗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我們去完Oakinawa World之後 來到這個奧武島 開十分鐘的車 這個島是超小的 我想駕車是五分鐘之內就完美了 其實我們是來吃飯的 我們剛剛吃了一間奧武島海鮮 海產物食堂 是吃沖繩海鮮料理 主要是魚 我吃了醬汁 他又吃了魚湯 我們兩個都覺得味道是一般般的 但這個味道我想是沖繩獨特的味道 也值得一試 吃完之後我們就吃天婦羅 但有一間天婦羅排隊排超長的 他應該是最出名的 是的 我們就隨便找了一間吃 都ok的 100元一支有大支 味道都ok的 沖繩的天婦羅 它的特色就是皮很厚 我覺得有點像吃炸麵包 裡面包了一些鹹 這個島值不值得來呢 我想你大概可以花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 計算吃飯 是的 計算吃飯 其實是你在附近離開就可以來玩玩 離開了奧武島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斯滿漁中心去吃魚生 這個地方喜歡吃魚生的朋友 是一定不可以錯過的 我覺得這裡的開心是在於 東西是便宜的 然後質素又不差 你可以讓人都試一下 你又不要預期是那些超高質素的魚生 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是比較適合遊客 因為它的東西全部都是細細分細細便 你可以試很多不同的食物 做遊客這樣也挺開心 我們可以試一下 魚生品質原來也挺ok的 我在裡面選擇的時候 覺得一半半 但是吃完發覺很新鮮 而且價錢真的很便宜 海膽是2000日圓 即生猴是多少錢 250日圓一隻 如果買五隻還是1000日圓 以250日圓來說 水準是超乎你上漲 我吃的那個拖羅 1000日圓 有差不多九片十片 是很誇張 而且是新鮮 VPN是虛言私人網的簡稱 可以令你更加安全私密地上網 可以隱藏你的IP 加密互聯網使用的流量 黑客就不容易追蹤和盜取你的個人資料 ServeServeServeVPN有一個keymail的功能 可以幫你阻擋廣告 追蹤器 惡意軟體 和網絡釣魚 除了保證上網安全之外 你還可以用VPN轉地區去看劇 和網絡等等 ServeServeServe是唯一一個VPN 在全球100個國家都有伺服器 而且是一星期限使用設備 全屋所有的器材 都可以用同一個帳戶去使用 現在用我們的PromoCook 士多貓TV 就會有獨家的優惠 只要你訂購兩年VPN的計劃 就會有三個月的額外免費使用期限 而且是有30日的免費退款保證的 有興趣使用的 我們Info Box有個連結 你按去登記就可以了 離開沖繩 小碑面一定會吃海葡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一個海葡萄養殖場 去吃海葡萄 這裡是有採摘海葡萄的體驗 或者好像撈金魚一樣 用指網去撈海葡萄 但我們兩個都沒有參加 我們就純粹來吃新鮮的海葡萄 我們吃了一個生雞蛋海葡萄飯 海葡萄雪糕和海葡萄汽水 我覺得這個飯是最好吃的 可能因為它很新鮮 所以它沒有一般的海葡萄那麼鹹 它就用一些麻油調味 加上生雞蛋混在一起吃 是超級美味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海葡萄 是超爽脆的 但是雪糕和汽水 我覺得又不是特別要試 不吃都不可惜 如果你真的想試新鮮的海葡萄 這個地方你是可以來的 其實它是在斯門市場附近的 這個賴翔島是在那霸機場旁 它是有沖繩小希力之清的 它全部建築都是以藍白色為主 有很多位給你打卡 另外它還有很多很漂亮的餐廳和咖啡 它有一邊吃東西一邊看日落 一邊看飛機的星光 你可以在這裡過一個很悠閒的下午 我們又來吃海鮮 我們又來吃海鮮 這裡是百五角 是很多本地人來買海產的地方 它是一兩間可以織大織織的 而且可以講中文的 是免價公費的 我們點了一隻最貴的伊勢龍蝦 一隻象律狂 幾隻赤蝦 加上一萬三千多日圓 其實大概是二千多台幣 五六百港幣 是便宜到百可思義 我進來就聽到一些香菌 那些海鮮超便宜 一定要來這裡 是真的很便宜的 如果你喜歡吃海鮮 這個景點是必利的 再吃完刺身之後 現在為了再展開龍蝦 煮你吃 超誇張的 現在已經在挑選 這裡是波上沙灘 這個崖上面其實就是波上宮 這個沙灘應該是最近八市中心的沙灘 你可以在這裡玩一下水啊 游一下水啊 打一下沙灘波 他旁邊有些小吃車 都挺開心的 來沖繩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活動 就是看鯨魚 我今早就去了看 我是沒有去的 因為我怕牛 其實這個想鯨魚的活動 只有十二月至四月才有 我很幸運 我是看到的 大概全程看到四五次 會看到它的質身和尾巴 看到最近的一次 很清楚看到整條尾巴的形狀 很多人都擔心會不會吐 其實真的很多人吐 我就很幸運我沒有吐 因為我預先吃了雲朗藥 所以建議一定要吃 因為船真的很拋 最拋的時候 好像玩海盜船一樣 全部人在一起在喊 我們在南部玩的大概是差不多 下一條片 我們就會去中部的美國村 和明湖那邊玩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或者看我們玩了些什麼 就記得不要錯過下一條片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CLS 留言、LIKE和Subscribe 市道貓TV 希望下條片再見到你 Bye Bye